我没事啊 我半年前检查过身体 我没病一切正常 你还不知道发生什么问题 什么事啊 你的问题真的比我想象中要严重得多 是 你是个designer 但是你根本就没有资格 你拿着自己的设计也不会推荐给客人 什么不会推荐啊 我每次画完图啊 都会跟你讲得清清楚楚的 你对着我当然清清楚楚了 但是你对着客人呢就语无伦次 周姨 我真的不愿意说你 但是你再这么下去真的不是办法 我带你出去见客人 就我自己说你坐在旁边的袖手旁观 客人问一句呢你就回答一句 这样怎么行呢 你不要忘了 我们出去推荐 也是希望客人能买你的设计 我刚才太紧张了 你突然让我推荐给客人 那我没有心理准备吗 那个张先生啊多麻烦啊 好好好你不用跟我解释 总而言之呢我跟你说完之后呢 你有时间自己好好地想一想好不好 那这次谈不成就再谈一次吧 我待会跟张先生的秘书约个时间 我不相信推荐不了 当然推荐不了了 全行都知道这张先生很麻烦的 每次都是白说 哦那你知道 那你还让我推荐给他 那我也不会拿公司的生意让你乱来吧 你谢弄我啊 今天你好卑鄙啊 明明知道他是吹牛 还故意布下陷阱害我 我做这么多事 无非是想让你知道问题的所在 让你自己想办法克服 哇 你说得真好听啊 故意布下陷阱害我 还说得好像很想帮我似的 金先生 真是谢谢你了 哎呀 你不要这样了 手会有皱纹的啊 管他呢 不是 你把衣服弄瘦 这样会呕生病的 病的 病就病了 哎呀 你真傻 别为了这点小事事 是啊 小事 这还叫小事啊 其实阿年呢 不是你想的那么坏的 是啊 他也是为你好嘛 人家也不知道 你会下得至极而如倒的吧 是啊是啊 他是好人 是我不好 根本就不关他的事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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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不懂 哎呀 你快走 喂 你们给我点时间 让我静一静 OK 你个个的都不帮我 坏蛋 万小姐 我真是替你不值啊 他的工资比你高那么多 要做的事当然多一点了 有什么理由让你帮他做呢 是啊 我又不是推销员了 可不是吗 你要是会推销的话 那还请他干什么 设计员就有设计员的责任 推荐是我们营业部 经理的责任嘛 不能推卸责任 周也 嗯 其实呢 我觉得呢 我这个人和你很相似的 心直口快 很容易得罪人 不像有些人那样 口密 覆 贱 说话很好听 背地想你死 你也觉得是啊 看来呢 有些事呢 我不知道怎么说 你说啊 你告诉我 你的上司啊 把你的评语写得差得不得了 还偷在背后说你的坏话 真的 嗯 他技才嘛 怕你比他强功高盖主 抢他的功劳 其实他在以前的公司呢 已经是出了名的了 有功归自己 有错下属承担 哇 他真的这么坏啊 还有啊 他常常偷下属的想法 说是自己的 然后就把那个下属赶走 实在太过分了 我一定要告发他 告发傻丫头 你这么天真 他在明 你在暗啊 你以后自己小心一点吧 周宇这个人很乖的 不像是那种无力取闹的人 为什么阿年你整天跟他有争执呢 哼 我也很想知道 那平时相处很难说的 说不定他做起事来很烦躁呢 喂 他平时在公司跟同事 是不是经常吵架 没有啊 我们相处得很融洽呀 哎呀 周宇他这么漂亮 哪儿还有人舍得骂他呢 他一直指跟大哥不合嘛 嗯 哦 那就奇怪了 阿年是有名的脾气好 EQ又高 自从他十八岁以后呢 就没见他跟人家吵过架 是吗 经过调查 他们两个也没有什么吵架的动机呀 是啊 是怎么吵的 吵什么 为什么吵啊 乖乖 说出来听你啊 怎么吵啊 是呀 炒菜太容易了 锅热了呢 放点油 菜下锅 炒几下 加点盐 加点糖 勾芡就行了 我们说的不是炒菜呀 真行 那炒什么 炒股票 炒什么 问大哥就知道了 说出来听你 没有啊 没炒什么 你们不要小事画大了行不行 阿年 你别走 是呀 你这样开心点吗 哎 二康 大姑姑 来 随便坐 二康 嗨 喂 你过来干什么 我给你二哥买了杂志 你别拿去看啊 什么呀 哦 你不给我看的 我就偏偏要看 这里是我家 我拿我家里的书看不行啊 哎呀 有那么多本 那就一人看一本吧 又不会吃亏 喂 给我一本 你不要一个人都霸掌 喂 对了 二哥 我买了水果啊 一边看一书一边吃吧 什么水果啊 梨子 哎呀 你二哥根本就不爱吃梨子 哦 不吃啊 那你们吃吗 那谢谢了 喂 我没说跟你吃啊 你买给你二哥 你二哥不吃 那你二哥请我吃行不行啊 哎呀 你们俩为什么是也这么争吵 多无聊啊 喂 这个新的旅游点好像挺好的 是吗 哪儿 泰国还是日本 当然不是了 是大补新开发的红树林农庄啊 有很多的飞禽走兽 喂 有门狮子老虎啊 哇 好美啊 那这种地方了 拍拖最好了 或者是一家大小去玩也OK 喂 我们可以一起去玩啊 好好好 我不去 这么热又没冷气 想热死人啊 可不是那么偏僻 没有车子去不了 自讨苦吃 最惨的还有灯阁热 蚊子又多 这么危险 哇 会有生命危险 哇 又没有这么严重啊 是啊 我只是随便说说而已 又不是真的要去 这样啊 那么多反对的声音 就别去了 对吧 是啊 说实话 那种地方啊 只有傻瓜才会去呢 是可你这种傻瓜去啊 去灯阁热吧 去喂蚊子吧 喂 想不到你这个人 是黑心萝卜 哎呀 干什么 你不敢去啊 什么不敢去啊 你是不是跟着去 好啊 一定奉陪 什么事啊 就这个里边了 好 九点钟 不见不散 一言为定 千万别不去 不去是小狗 喂喂喂 哎呀 好了 好了 你们不要这样了 好像上辈子有什么 身仇大旱 你们以前也不是这样的吧 阿日 杂志给你看吧 你别跟他吵了 多吃个脸子 别生气了啊 哎 哎 修理闹钟啊 是啊 又坏了 坏了 那就扔掉吧 什么扔掉 还能用 你用了很多年了 就是用了很多年 用过来有感情 你不说你喜欢他好看 喂 那说真的 这个闹钟真的很好看 而且现在外面买不到了 喂 你没找过 怎么知道外面 没有比他好看的 你不要管我了 你以为我那么想管你啊 他这么害你 你还对他这么好 那 你上他七点呢 他九点响 你不上他呢 他自己会响 还有几次砸了你的脚 这么不好用 不听话扔掉算了 哇 你什么事啊 他只不过是一个闹钟嘛 又没害过你 又没害你迟到 你干嘛这么恨他 你对一个闹钟啊 对成这样 如果对人怎么办呢 闹钟呢 大不了就是害你上班迟到 人呢 会害你一辈子 你说到哪儿去了 我说周一啊 我知道你怕他不行 怕他被淘汰 想帮他 处处为他好 可是他现在把你当什么 不领你的情还不止啊 还把你当成坏人 行了 我要分寸 不是的 再这样下去呢 真会连累你的 那算了 你好自为之吧 吃惊情茶去 不是真的不响了吧 不 这水瓶有点接触不了 用力按插销 OK了 谢谢你啊 万小姐 对了 今年呢 有没有对你怎么样 没有 正所谓杀人的不见血 他呢 如果骂你也知道 他在想什么可以加以防范 现在不声不响 随时会出阴招来害你的 今年这么坏啊 所以对这种人呢 一定不能客气 要让他知道你不好欺负 谢谢你 万小姐 我以前啊 还听他们说你很坏呢 哦 他们只是说我尖酸刻薄 阴险小气 对下属不好对吧 你怎么知道啊 通常做事认真 像我这样的人呢 是很容易让外界误解的 嗯 他们以后就明白了 有你明白我不就行了 那 我请你吃糖啊 谢谢你啊 万小姐 那好好干 我知道你可以的 加油 嗯 喂 这间的菜呢 好像很好吃似的 我们明天去吧 哇 听说声音太好了 排两个多小时才有位子 哪间啊 这间 哇 是没两个小时 我昨天才跟陈五哥去玩 排了三个小时啊 占得腿都发软了 哇 这么厉害排三个小时啊 我去买菜煮熟了 吃完洗完完也不用啊 哎呀 套话也是一顿 排几个钟头吃一顿饭 太离谱了 那话可不能这么说 这么多人排队肯定很好吃 我想马上去尝尝 说真的 是不是真的很好吃 这家的东西呢蛮好吃的 又特别也不是很贵 我觉得应该去尝尝 喂 听说可以订房 订房就不用排队了 是 我们订房 那就明天吧 星期六大家下班都早 好啊 喂 不过那只有大房了 要十个人哪 最低消费每个人两百元 那现在数数人数也差不多够了 我不去 我明天请假了 我老同学回来了 我要跟他续救 sorry 喂 那我问问二日吧 好好好 叫阿年去吧 我们人数就够了 好好好 按着说拍戏 没空 其实我明天也没空啊 我要去全哥家吃饭了 我也是啊 我要带女儿上新剧班 我约了常武哥去深圳 哎 一个个的都说不去了 那就是去不成了 可不是 那就改天吧 好啊 注意啊 进来一下 我想问你啊 XYZ的设计你搞定了没有 还在想 还在想 明天要交给客人了 我有出稿了 我想今天再修改一下 OK 那行了 我怕你明天到了那客人那里 你对我没有信心啊 我说有就有 明天一早连人带途出现 保证你满意 那好了 明天十点半 准时XYZ公司到 大哥今天连环见客 还要去澳门 偷了他的车子来用啊 他也不知道 这里的红树林农庄呢 这么偏僻 真是没车来不了啊 有卖冰淇淋的 那你下车去买 我去停车 好啊 一个甜筒 谢谢 好啊 哇 谁这么缺德啊 你有没有搞错啊 我这件衣服很贵的 你有没有搞错啊 我又没有碰过你 你还不承认 什么事啊 机密啊 他真口无我 把他的衣服弄脏了 什么 你现在有修计了不起啊 什么事啊 二日 他冤枉我说 我弄脏了他的衣服啊 你男朋友啊 你怎么 不行吗 不是不行 不过今天这么大的风呢 我怕你被风呢 吹到南半球了 我的帽子啊 我帮你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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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机密 一定比那个小猴子跑得快 那 是不是啊 救命啊 机密 让开 快 快 去 谢谢啊 你好棒啊 小意思 拿 现在 对 金日 你男朋友啊 我是她的形象顾问 你今天戴的帽子很漂亮 下次演出别忘带啊 看不出你穿的衣服还蛮有品味的 你戴耳环呢 在哪儿买的 你干什么 看你这么帅 你叫什么名字 他叫熊仔 你叫熊仔吗 我以前那个死男朋友也叫熊仔 难怪你怎么像他呢 是吗 金日 我不跟你们说了 我赶上去采访绣闻和安崽他们看 咱们是不是不合了 我先走了 你们慢慢聊啊 给我个电话嘛 不要 别走啊 真聪明啊 真有办法 眼睛还不错 我自己也受不了 这几片疙瘩 真想不到 来这么远也能碰到熟人 我看此地也不宜久留啊 还不快走 怎么样 不行我就下车了 好 我看你下车吧 绣闻和安崽啊 去红树林农庄那么远 也有勾在队跟着 没办法了 只有小心一点咯 对了 我们去哪儿玩 你说吧 反正有车 诶 周易 怎么办 不能让他看见我们的 这里不能掉头啊 你这样 那我低着头 你冲过去 希望他看不见 好好好 诶 我的图纸啊 我的图纸啊 诶 这不是金棉的车 诶 电话也坏了 盖死了 金棉 Chris呢 喂 阿美他们都走了 你现在才回来啊 Chris回来了没有啊 Chris他很生气啊 让客人臭骂了一顿 生意也泡汤了 对了 Chris给你的 警告信 你们搞错啊 喂 他是不是在里面 他还能去哪儿啊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诗植当要收警告信了对吧 我不会收的 你凭什么警告我 你想诊死我 没那么容易 约了客人开会 你人也不见 图也不见 电话也不开 公司不解雇你已经算不错了 现在不是我不想来 是有人想害我 谁害你啊 你啊 我害你 是啊 你故意把我的设计图压走 你什么时候看见我了 今天早上十点半深水步 不可能 我亲眼看见 你看见我也不叫我上车 还开车把我的设计图压走 喂 我今天上班没开车 我的车还停在楼下的停车场呢 我不信 我知道你恨我 何必做那么多来害我 喂 我说了没有就没有 我这个人办事呢 向来是光明正大 我为什么无缘无故地陷害你呢 喂 你去哪儿啊 现在到下班时间了 我不想跟你在这里争辩 总而言之呢 你要留在这里的话呢 你自己留在这里 走的时候来给我关灯 呃 该死的今年 把我当成你的工人啊 还叫我帮你关灯 哇 电梯也欺负我 我好欺负吗 等等等等 谢谢 等等等等 王小姐慢一点 谢谢啊 王小姐慢一点 谢谢啊 王小姐慢一点啊 周姨怎么这么晚了也不走 哎呀 这不电梯坏了 又坏 什么坏了 你按着开门纸当然不动了 啊 我来帮你啊 周姨 你何必真生气呢 你这么漂亮 多两条皱纹就不值了 哎呀 不生气才怪呢 我早就料到了 Chris会这么对你 不过这么下去也不是办法 你不能坐以待毙 那我应该怎么做啊 Chris是你的上司 不是你的大老板 他可以去老板那里 打小报告 你也可以去王先生那里报案呢 不然只听他片面知词 你太吃亏了 你说的真的对 那 总之呢 你不用担心 如果王先生问起 我一定支持你 谢谢你啊 万小姐 嗯 那我先走了 拜拜 拜拜 万小姐 你这招借刀杀人呢 真是太厉害了 今年对着这个眼中钉啊 不会出血也内分泌失调了 舍了 这怎么行啊 女儿 你女儿我现在被人欺负 你还不管我 我怎么会不管你呢 可是会不会是一场误会啊 怎么会是误会呢 他跟你说过什么 你现在是不是信他不信我啊 他没跟我说过什么 要信当然是信你了 傻丫头 那你要信我呢 你就要听我的话啊 可是这么做 会不会对今年不公平呢 说动就动 那你是不是宁愿 对女儿不公平呢 哎呀 你真是 你呀 整天听你那些女朋友的话 不听我的话 你干什么啊 我要你以后啊 找不到他们 不要 那你要不听我的话呢 我就把他们全都删除 不要啊 你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呢 让我告诉你啊 有他就没我 那你是不是想让他们不要我啊 我 哎呀 那我当然是要你了傻女儿 那你说的 你别后悔啊 不要 我答应你啊 明天我一早回去 我一定搞定的 一言为定 周姨 这份是OPQ下一季想要的设计 你看看有什么可以改的 给完之后拿进来给我看看 哦 看看怎么样啊 也许没这个机会了 克里斯啊 王先生请你进去 喂 这不知道什么事啊 喂 老板他今天很早就回来了 是不是有事发生 我也想知道啊 那你看老板那样子睡边捧着脸 何止啊 也没梳头 还有黑眼圈呢 啊 黑眼圈啊 那是睡眠不足哎 哎 想的太多那就心烦睡不好了 喂 干活干活 没事干 周姨儿 你刚才说什么没什么机会 什么意思 你待会就知道了 哎 温小姐 刚才呢 王先生 刚刚把克里斯叫进去 一定不会有好事 啊 大哥 什么事啊 哎 一个小妹妹把她耍得晕头转型 看她的样子啊 把她耍得晕头转型 发生是那份蜜蜜条喽 王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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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后呢 我相信要辛苦一点了啊 王先生 能为公司处理是我的荣幸 好极了 从今年开始 今年不再是周姨儿的上司 那以后周姨呢 就调我来帮你啊 啊 儿康 你过来帮今年 总之呢 你们几个就 这样吧 哎 宣布完了啊 那就是说 你以后要对着这个眼中低 把你的手伸出来 啊 干什么 我啊 我亲眼看见 看见你进去 不是 看见你看见我 那你现在是不是信她不信我 她没跟我说过什么 信我当然是信女了傻女 信女 从今年开始 今年 不再是公司 不再是公司啊 不是公司可惨了 不再是 你仍然是公司的 无线电视台重要的人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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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集中 后拍摄 先别担心 回了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